我自己的困擾是因為我 就差不多17年前我做的那個雷射 可是很煩 因為差不多已經跑回來 所以我現在要一眼250 然後一眼 所以我有時候就必須戴那個什麼 就是像瓶光 我就會買這種眼鏡來改 可是就是有時候 你要化眼妝的時候就很困擾 因為你不覺得戴眼鏡的時候 有時候你上睫毛膏 就是那個睫毛會一直 會打住 還有我們只要有上睫毛膏 因為戴眼鏡 很容易有熱氣就會很容易暈下來 對 還會老爆油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買眼鏡 這一副我也有 對 那我來 就很多這種瓶光的 包括這一支 因為這一支是因為淺淺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平常 比如說你可能淡妝的時候 就很適合 然後又加上 可能有很多元素都很流行 然後還有我的瓶光 你看 還有幾乎都是這一種 戴著淡淡的顏色 比如說像這一種 也是淺淺的綠 對 也是一樣 好看 對 而且有一種眼妝直接化好 那感覺 對 好像都化好眼睛 對 然後還有這一種 這一種也是Gino剛講說什麼 這叫什麼雷篷 雷篷 雷篷型 對 是嗎 這一種 那它這也很金 表示應該也很抬 對 你剛剛不是說我都金邊就會很抬 它沒有 它不一樣好不好 這哪有不一樣 你看 男性的比我還多 整個都金的 你再看看 所以這就不是你的 你看 其實這個框型對妳來講 還滿好看的 滿好看的 而且這一隻怎麼比起來 可是這一隻比起來 就比妳那隻氣質好的 真的喔 就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大小也會有影響 因為妳的是傳統Size 它的是放大Size 我覺得妳頭髮要開始流長 然後分週分 然後流竹的 像樹林那樣 染黑 我和妳認真在聽 那我現在試上 Mika可能它就是兩年後 所以有那麼長 需要時間 我覺得那是框型 對 然後還有這一 還有這一種 我喜歡 對 就是有點復古感的 對 簡單又好看 這隻不得了 這隻很好看 就是有一種 就是你要 你這種低調不想講話的時候 神秘感的眼睛 他也會跟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